我们要来看就是我们这个台湾的这个军事有两个限制 第一个我们的国防预算军事投资 国防预算我们一年是125亿美元 折合新台币大概3800亿 那3800亿这个人员维持费用了47% 剩下53%用为作业维持跟军事投资 买所有的武器是军事投资 那军事投资就已经很少了 那很少你还要花那么多钱买那么多武器 所以这个是有限制的 第二个限制年轻人不愿意当兵 我们是要抬起的是自愿意 所以一无意的那就四个月的军事训练意 那不愿意当兵那怎么 所以我们现在他们讲了要创新不对称 那不对称又要去创新 我认为创新比不对称还重要 我们没有我们要去创新 我们可以看这一次乌克兰战场 有无人机 这无人机的话不管是唐方刀300 唐方刀600 这个土耳其所做的TP2 或者是奥书斯所使用的这个英时无人机 还有一个就是美国提供的 这个凤凰幽灵无人机 你看他现在空中 那我们现在我认为要走风群 因为你现在人少了 你人少军事投资又少 那你现在是不是走风群 以后这风群 别比较简单 这人人伤亡也少 因为大家不愿意当兵 第二个我认为陆军 现在乌克兰战争 可能是人类最后一场 这种人对人战争 下一场战争机器人就出来了 地面机器人 因为大家不愿意当兵 那机器人嘛 人要吃饭人要睡觉 机器人不要睡觉 晚上集团就在夜战 以后有可能 那我们是不是要从这方面去创新 以后有机器人来帮忙当兵 你要现在先预想未来战场 刚才主持人有讲 没有同一场战争的 村子平马也说战胜不复 没有相同的 俄罗斯这次吃亏 他就是复制2014年的 克里米亚战争 这次吃了大亏了 没那么简单战胜不复 那第三个海军 海军我认为无人的这个杀定于战术 以后这些 这些不要选择海豚 你这个小型的 这种会游的 无人控制操纵的 这个这个这个 我们讲到了 穿甲弹 专门对他 可能五百一千过去 他这游过去跟水雷一样 但是他会去游 对航母 或者中共有三百七十架战舰 你怎么去打他 他量多啊 那你要不对称 你不对称你用无人的 无人杀定于战术 空中用风群 地面用无人机 海上用杀定于战术 你可能要去想 我认为要多去想 多去想去想 未来的战场是什么 你如果拿现在的战场去想 拿无人的战场 将来不适用 将来又不是这个样子的情况 那全部都白投资了 我们钱那么少 你能够发贷 真的我们算一算了 能够真正那时候 金市投资的 去买军售的 我算一算 大概只有 一年只有六百到七百亿台币 那不多耶 你还要 因为你其他是作业维持 你要算进去啊 所以这样子来算进去 我们那么有限的资源 大家都在分 陆中要买那么多大炮 航客 那个海军 这个战舰还要在 要买海马斯 要买鱼雷 还要买这个 我们刚才说讲到 这个SH-6洞 大曲3的 这反潜直升机 还有空军 又要买一兔的 一兔D的 这种空中预警机 都是非常贵的 都把所有的资源都吃掉了 可能是我们付不出钱 美国打开扫台阶 我们不是付不出钱 而是我们因为考量到 我们的这个 这个台风防卫做大需求 我们这个不要了 可能是因为资金不够了 我们都要从这方面来考量 就是说当然我们有时候 可以编特别预算 不过那个是也是 国家财政也负担很重 我们一年大概3800到4000亿的 国防预算 老共说我们16到17倍 我给他算一下 就算是5兆 5兆美金 5兆台币 我们这个4000 3800亿台币 他等于5兆台币 我们中央政府总预算 才3兆台币 他这个军费 就比你中央政府 总预算都多了 给他5年10年 那到时候是怎么样呢 那是什么样的状况 他就想 说我一定要想未来 真的打起来是什么状况 那我们要怎么 怎么来面对这样的战争 当然最好是不打 但你也得做 万一打的是怎么办 那否则你每年 花3800亿干嘛呢 花那一两千亿的 特别预算干嘛呢 总共想想将来战争打的什么 绝对不是今天这个状况 索损 神经理 这个 感谢观看